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597回 徐凤年进入冀州境后 就附上了一张生根面皮 出自南疆巫女书修的手笔 当初徐凤年前行北莽 就多亏了这些奇巧物件 四季跨境 浮水房碟子早就准备好了 四份无懈可击的蝴蝶录影 如今北梁岛的豪身 那就像是被志同捣乱了老巢的乙群 纷纷向境外逃窜 徐凤年寥寥四季呢 根本就不眨眼 樊小差知道他要去济北衡水城建御兰刀和魏敬堂 但是他们四季虽然马不停蹄昼夜不息 可并没走那条最近的路 反而直插济州新富处 冲于来到那座建于大凤朝宝华末年的大展城 徐凤年没有急于入城 而是在城外官道上勒马而停 神情复杂望向这座沉默的高城 作为西年旧北汉的陪都 可谓满城官宦贵气 当年呢还是征字头衔将军之一的徐霄 率军攻打北汉 乘坐济州都给徐家铁蹄踩的稀巴烂 唯独就剩下这么一个大展城逃过一劫 当大军缓缓冰临城下 大难当头啊 那一夜无数世子对酒当歌 据说城外三里远都可以闻到那浓郁的酒气 所以后来就有了后世野史 三百汉家臣一夜醉死修的典故 樊小差自幼便因国破家亡而颠沛流离 但是作为忠烈樊家的后人 哪怕是逃亡 他在那十多年中大体上依旧还算是安稳 也曾在大展城居住过大半年时光 衣食无忧 元宵赏灯交由踏春 那时候他还会有许多天真的想法 如果北汉游在 他也许会更锦衣玉石界 会按部就班的嫁给一位门当户队的士族俊艳 相濡以沫享福教子白头偕老 爷爷和爹呢 还有那么多叔伯伯也不会战死沙场 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他 如果不是后来自己被赵沟相中 那樊家就等于连一个清明祭祖的人都没了 执着于武道的弥凤杰 没有那么多伤春悲秋的感触 身后剑侠已经果以棉布遮掩 光看架势 这位离开正统江湖太多年的陈建枯主 可没什么宗师风范 只像是一个不安人情世事的刻板老婆而已 徐凤年轻轻说了声进城 四季就撒开马蝶子前往城门 除了资荣族以惹人怜惜的樊小柴 给城族狠狠的多弯了几眼 并没有生出是非来 在城南入城之后 徐凤年熟门熟路 领着他们前往城北 一路走街过巷 樊小柴难免惊讶 照理说徐凤年不该如此熟人大展城的格局 四人最终在城北一处通渠闹市 叫青竹酒楼的地方歇角 酒楼生意兴隆 一楼见风插针 找张空椅子都难 迎客的殿小二爷不太地道 掉进前衙里边出不来了 大大咧咧的牵过了四人的坐骑去马厩 接下来可就不管客人的死活 要吃饭喝酒 那就等着吧 他就不信四位外地客官还能换地方 这四个人呢 就只好在堆满了青竹板子的柜台前 等空出张桌子落座 徐凤年百无聊赖的拿起一根青竹签来 这上头啊 刻有菜肴的名字 富有价格 可真是不便宜啊 都快赶上京城的折舍水准了 当真是满楼的冤的头啊 当然 现在又多了他们四头 待宰的飞扬 徐凤年欣赏着主板上的秀妹凯体 眼角余光 瞧见那名啊 透着满身淋漓劲的殿小二 上了二楼 徐凤年会心一笑 多半是瞧出他们四匹马的来临了 出幽州前 浮水房啊 就将那四匹幽州战马 换成了河州一级 进入济州境内前 暗中街头的浮水房碟子 又给换成了四匹上等的济南军马 徐凤年看出那店小二鬼鬼祟祟的蛛丝马迹 除了余地龙 弥凤杰和樊小差 自然也都察觉到这清竹酒楼的不同寻常 尤其是刚刚 英功晋升为浮水房 玄字号大党的樊小柴 窃窃懦懦的表象之下 他散发出一丝隐藏极好的嗜血气息 弥凤杰厌恶的撇了他一眼 拥有如此皮囊的绝色女子 当死是做碟子也就罢了 怎的还打心眼就喜欢上杀人了 而且通常都是虐杀 樊小差挑衅的回瞪了他一眼 这让早就对这疯婆娘满肚子怨气的陈建枯主 就越发的心生杀机 如果不是北梁王就在身错 弥凤杰背后剑侠 藏有精心挑选出来的八柄绝世名剑 他不介意将这女子大谢正好是八块 酒楼内众多来此一帜千金的豪客 其实都挺精明 故意酒后吐真言 都在嚷嚷着什么老板娘啊 来给爷敬个酒 放心说爷是斯文人只吃酒不吃人 说徐家娘子咋就没见你相公露个脸 真是个王八蛋呢 这天寒地冻的鬼天气 也不怕徐娘子晚上难熬 掌柜的老子在这庆祝酒楼 连续吃了十几顿饭 这开销都够把大展城二流窑子花魁拿下来 你倒好手也不给摸一下 这天底下的生意哪有你这般做的呀 这一楼啊 其实也不全是这些满嘴昏话的阿扎汉子 不凡有一些呀 清深儒雅的世子书生 大多侃侃及贯的岁数 对于耳中这些个乌烟惠语都竭力的忍受着 如今冀州的世道不太平 读书人的行情也每况愈下 越发的不紧急了 这要是搁在几年前 他早就拍案而起 骂的这帮市警脱皮是狗血淋头 别说动手他们呢都不敢还嘴 只是冀州动荡连连 先是冀州定海神针杨慎姓大将军带走了所有冀州老族 然后是袁庭山那条过江龙 到冀州成了山带们了 不但是大驻国顾建堂的成龙快婿啊 之后更拐骗了冀州燕宝里家的女子做妾 且手握兵权 济南济北所有江湖宗门帮派 可都为他袁将军马首是瞻 袁庭山眨眼功夫就将冀州几条不服气的地头蛇 收拾的生不如死 如今又听说北满数万骑军 寇关南下 济北边境上的银瑶城已经都给丢了 那济州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韩家陈渊德雪 当今天子亲自下旨追试韩家老家主韩北渡为五香 不但不是世人所猜想的 以第二等的中字大头 最多配一个中定 或者更靠后一些的中列 反而在以第一等五字八大美式中 拿下了牌在第五的香子 不提那黎阳夺取天下之前的嗜好泛滥 黎阳肇事他自永辉年间起 对待臣子在这嗜好刺涉一世 始终有众文轻武之嫌 刨开北梁王徐霄这个极端特例不去说 几位春秋功勋老将死后的嗜好 都是中字起头 负一样 简 静 什么中简 中静等等字 大概唯有大将军顾建堂死后 有望登顶夺得嗜好五宁 由此可见 这黎阳新军对当年军妖臣死 陈其慷慨赴死的韩家是何等的破格表彰 家讲了 那更振奋人心的是啊 韩家在被朝廷洗冤之前 冀州就已经传出一个惊人消息 有一位当年逃过一劫的韩家遗孤出现了 随着他的横空出世 冀州事情也开始流传一段可歌可泣的家话 说是这韩家老家主的嫡长孙呢 当年之所以没死 并非是韩家心存私心想要留下一柱鲜花 而是家中的忠义客卿 联手一位早年受过韩家恩惠的江湖武道宗师 硬是背着韩家抱走了那年幼的孩子 在逃难途中 不幸身死的那名客卿 此前曾遗言 韩家以国事待我 我必以国事报之 虽说此人姓名隐晦不明 但那位武道宗师 则是二十年前冀州鼎鼎大名的江湖修雄 实力极其接近一品境界 号称二品小宗师中无敌手 叫侯万狐 绰号万户侯 这北汉覆灭前呢 担任过军中教卫 被誉为冀州万人敌 国破之后 在冀北边关拉起了两千多游记马匪 此人扬言终有一日要砍下徐霄头颅当酒壶 不料很快呢 销声匿迹了 原来啊 是为了报救下了那韩家的嫡长孙 传言呢 如今被关押镇压在燕保的地下铁牢之中 可见这韩家忍辱负重多少年 这名冀州豪侠不见天日多少年了 燕保里在这段时日 无数人打着各类幌子登门拜访 要不是最后袁廷山亲自派出一支刀弩鲜亮的骑军 驻扎在燕保大陆上 恐怕燕保就甭奢望着有片刻的安宁了 来咱们远的不说 先说眼不见 在这九楼二楼的楼梯口出现了一个曼妙身影 但不知为何立即打了个转一闪而逝呢 楼下眼见的汉子顿时虚声四起 用手拍桌子 用筷子敲碗 原来是呢 掌柜的徐师夫人给楼下酒客 来了一出油爆琵琶半遮面 这些钱囊从不缺银子的汉子 哪肯罢休啊 怪叫连连往死里边喝倒在 这让那些忍无可忍的年轻世子都各自与林桌是怒目相似 脾气好点的粗鲁汉子就翻白眼 脾气差点的直接朝地上吐吐嘛 也有用打手势去问候读书人祖宗很多代的 这也说来奇怪啊 那老板娘啊 其实姿色出彩不假 但咱们也称不上如何的倾国倾城 但不管是操老爷们还是斯文书生 就算没有一见钟情 都偏偏是越看越欢喜 前者眼窝子前 垂涎的是那妇人沉甸甸的胸脯 滚圆挺翘的屁股 还有那勾人魂魄的狐媚眼神 以及能跟他们对骂比他们还婚化的独到风情 后者的理由那可就五花八门了 有说那徐氏饭酒的娘子啊 怕在柜台后偶尔发呆的神情很有韵味 有说瞧出了老板娘刚烈真富的本性 更有说他对读书人天然亲近 抱不及呀是救北汉哪家豪华流落民间的大家闺秀了 但真正让这些酒客只敢嘴上开油 却万万不敢下手的理由 以及让清竹酒楼生意火爆冠绝大展成的理由 只有一个 那就是如今被朝廷破格升任南路官教位的韩家嫡长孙 是徐氏的异地 那个殿小二笑脸灿烂 却一肚子狐疑的跑下楼 毕恭毕敬请徐凤年四人上楼就坐 徐凤年摸出一块碎银子丢出去 殿小二笑容更胜 喊了一句谢公子赏 殿小二不奇怪这四人上楼 但直接去三楼雅间可就太奇怪了 大展成那么多罪翁之意不再久的 名门豪客 头回到此了 可都没这份殊荣了 殿小二把四人领着到了三楼门外 就止步了 徐凤年呢 推门而入 弥凤杰站在门口 樊小差跟随徐凤年跨过门槛 他瞥了眼那位站着不动 满脸惊喜的妇人 确实有些妖娆韵质 尤其是胸口风景 能让寻常男子恨不得跑去双手托住 帮其减轻负担 不过也就那么回事 樊小差本身姿色就在妇人之上 走的路数更是截然相反 大体上算是各有千秋 井水不犯河水 徐凤年坦然坐下之后 他微笑了一声 秦主娘 你傻战士干什么 倒酒啊 就算重操旧业 做那人肉包子的行当 那也总得先把客人灌醉不是 被带了张生根面皮的徐凤年 喊清竹娘的女子 捂住嘴 不知 是哭 是笑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话说这酒店的老板娘非是旁人 徐凤年在北莽橘子州遇见的清竹娘 前文书曾说过 这清竹娘啊 开黑店卖黑酒 若不是山脚那夜 她无意中吐露心扉 说出了一句罪话 事后徐凤年也不会跟忠义寨 大当家的韩芳有所牵连 更不会一路杀上六宜山 长恶丰的沈氏草庐 那么韩家敌长孙 可能就会在沈氏草庐的欺压之下 连山带旺都当不了 只能跟着张秀成换个山头 重新竖旗 那么冀州就不会有自投罗王 等候问斩的韩家长孙 不会有之后的改天换日 韩芳突然一夜之间从囚犯 成为了黎阳王朝一等一的忠烈之后 成为了压死首府张巨鹿最后的那根稻草 可以说呀 这两年潜伏在整个冀州的浮水坊 死士和碟子 他都围绕着一个人展开隐蔽 且谨慎的复杂活动 这个姓远儿正是率领21级 重返冀州的韩芳 哪怕浮水坊耗费大量心血和人力物力 但韩芳能够最终在一次次试探中成功的脱颖而出 大概仍是有些受到韩家十数代先祖英烈的匹护 连远在北梁 瑶掌冀州谍报事务的徐卫雄和楚禄山都对此是嘖嘖称奇 这颗棋子啊 是徐凤年亲手埋下的 距离开花结果还尚早 但对如今雪上加霜的北梁来说 济州有和没有韩芳 肯定是天壤之别的两种格局 徐凤年这趟来济州大展城 要见的不是韩芳本人 而是那个自称道德宗外门弟子的张秀成 当时忠义寨树岛胡孙散 只有此人坚定不移在韩芳身上压住 将其视为可以帮自己鸡犬升天的得到真人 事实也证明 这个北莽南朝秀才出身的道士不但赌队了 而且赚了个盆满钵满 如今已经有了正儿八经的黎阳关身 在南路关府闭较为韩芳 徐凤年当然不会冒冒失失 直接去跟韩芳碰头 哪怕现在接连数次重创后元气大伤的黎阳赵沟 已经在冀州不如往期 老军头扬慎性的走 新权贵原亭山的来 更是使得冀州赵沟裁减严重 韩芳的运气是好 但徐凤年对自己的运气可没多少信心 青竹娘坐下之后 给徐凤年倒了一杯陈年花雕 酒香迅速弥漫 心情激荡过后 他显然有些局促不安 他轻声问 徐朗你怎么来大展城了 韩芳的韩家遗孤身份 青竹娘等他遭了牢狱之灾后才后知后觉 至于徐凤年的身份 连韩芳也是进入冀州扎根之后 才被一名找上门的浮水房老碟子告知 这种密室 韩芳当然不会跟青竹娘一个无亲无故的附导人家 多说一个字 这次徐凤年来大展城会见张秀成 后者也不敢泄露任何口风 韩芳的境遇天翻地覆 青竹娘自然随之是水涨船高 在大展城寸土寸金的地段开了这间酒楼子 在九仪山山脚身是凄惨到连名字都干脆不用的他 恐怕橘子州最底层的北莽蝶子都没听说过 那就更别提纪州这边的赵高了 时至今日青竹娘还只把他当作是龙腰州 或者孤赛州的甲子豪法子弟 至于徐朗的身手 他从头到尾都不清楚 那碗在中意寨也好 在沈氏草炉也罢 他都醉死在酒店外桌上 后来倒是张秀成顺嘴提过几句 只说徐公子的武艺是生平境界 不是一平境界 那也差不远了 但他真正想知道的 张秀成都没说 他真正想听到的呀 张秀成也没提 他甚至不知道 这辈子能否再见他一面 今天呢 好不容易见着了 竟是又想着他赶紧离开大展城 这里毕竟是黎阳的兵家重地呀 你一个北莽南朝的士族公子 不怕掉脑袋吗 却说这徐凤年他打趣的说 咋的呀 我不能来 怕蹭尸蹭喝 青竹娘没说话 下意识身指挑了挑 并脚的青丝 生怕自己哪被挑出毛病来 他虽然没有跟那柔柔女子 长久对视 但电光火时间的眼神交错 就已经让他很是自残行贿了 多尊的一个小娘子啊 气态上家 一看就是书香门第的贤淑闺秀 关键那女子比自己年轻啊 他突然惊醒似的压低声音说 哦 张真人其实昨天就在店中住下了 吃喝睡啊 都在这楼靠窗最里的那间 他比我更早见到公子 方才说稍后就到 得捡个没有客人进出的奸细 让我脱话给你 说请徐公子海涵 徐凤年嗡了一声 到了大展城清主酒楼 马上就要跟如今化名张福林的张秀诚 亲自搭上下 这让徐凤年忍不住想起另外一条隐线 不在济州 而在道马关外 就在葫芦口外 最良好苦 早自斑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可 古灵离路 不宝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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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宝宝不住